取假来张家界旅游1200块钱一个人 玩六天午夜会不会坑 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不迷路 昨天有一个粉丝朋友留言给我 说他在广州当地 报了一个来张家界的旅行谈 1200块钱一个人 玩六天五晚 问我价格怎么样 会不会有坑 其实关于张家界被坑的视频 之前去过一期 那么今天就这个问题 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也算是给这位粉丝朋友一个回复 同时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张家界旅游 避免被坑 小熊做旅游行业十年 接待过成千上万的人来张家界旅游 如果大家选择跟谈来张家界旅游 一般有两种报谈方式 一种是在你所在的居居地直接报谈 另外一种就是你自己坐飞机坐到张家界 或者说坐到湖南以后 报我们湖南当地的旅游谈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那么小熊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两种报谈方式的利与弊 在你当地居居地报谈的好趣超新少 因为你在你自己居居地的当地报谈的话 旅行社会把所有的交通机票啊 或者说高铁啊火车啊 这些都会给你安排好 你就不用在朝铁去订票了 只需要报名了以后等待驱游就可以了 缺点就是相同的线路 你在你所在地报名要比在湖南当地 主行社报名要贵 我指的是同样的线路啊 不同的线路你是没有可比性的 再就是坑比较多 张家界当地跟谈的缺点 也是你在你居居地报名的优点 那就是你从你自己家到张家界 或者在湖南的这段的交通 你必须要自己去搞定 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同样的线路一定要比你自己 在你所在地的当地旅行社报名要便宜 因为少了一个中间商 第二点坑少 你在湖南本地报游团的话 我们属于本地团 基本上是不会有购物的 但也不排除有少部分的线路 会带购物形成的 大部分是不带购物的 会比较的纯粹 说到张家界旅游被坑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报了低价谈 那么今天小熊就给大家 简单的宣一笔账 看看如果是报重完谈来张家界的话 到底要多少钱 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以后大家来张家界报重完谈 大概需要多少钱就比较清楚了 首先张家界有四大核心景区 黄龙洞 张家界大峡谷 包早餐那么一个人的话 大概就是70块钱左右 吃饭一般我们的旅游团餐的话 在张家界一般正常的话 都是25到30之间 知道了这些大概的景区门票 住宿餐的费用以后 其实大家就知道 去张家界玩一趟 大概需要多少钱了 加上你当地到湖南的一个大交通的费用 你就大概的得到了一个 你报重完谈需要多少钱的费用了 这样你在报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参考 回到前面那位粉丝朋友提出的那一个问题 1200块钱 暑假来张家界玩六天会不会有坑 那么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你 肯定有坑 最起码这个线路会进四个购物店 而且这个旅行谈的质量肯定一般 所以我建议这位粉丝朋友去报一个存完谈 其实也贵不了多少钱 在此小熊就提醒大家 切记不要贪头便宜 报低价谈 报低下单直接影响的就是你整个行程的旅游体验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黄鹤楼 一个本地人瞧不上 外地人来了都说坑的景区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头从此不迷路 在武汉有这样一个景区 本地人瞧不上 外地人去了就被坑 它就是著名的黄鹤楼 这个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国家五位级旅游区 怎么就这样遭到人们的唾弃 黄鹤楼位于武汉 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 建于公元223年 拥有天下第一楼的美称 黄鹤楼更是武汉地标性建筑 唐代诗人李白在此写下 黄鹤楼送孟浩南之广 那么这么有名气的古楼 为什么本地人瞧不上呢 其实黄鹤楼遭到人们的唾弃 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就是门票 早期黄鹤楼的门票只要五块钱 这些年一路飙升到现在的八十元 对于这样一座黄骨建筑而言 确实不值 不少当地人开玩笑说 还不如买只鸡来顿着补身体 第二就是黄鹤楼已经不是当初的黄鹤楼了 现在的黄鹤楼已经是名副其师的 黄骨建筑了 历史上黄鹤楼最少重建了七次 而现在黄鹤楼的所在地根本不是原子 更重要的是 这座黄骨建筑 直到1985年才落成 距今仅36年的历史 钢筋水泥结构 看风景还可以坐电梯上楼 真是挺现代的 很多武汉本地人就称门票那么贵 上去以后也没什么好看的 很多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的人 都没有去过黄鹤楼 而闻名于世界的黄鹤楼也只剩名气了 好 你想知道更多旅游干货 关注小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68岁的老夫妻 一个月的退休金8000多 一年9个月在外面旅游 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 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不迷路 昨天店里来了一对老夫妻 是叫我帮他订机票的 从我跟他们的聊天中得知 这对老夫妻是准备去云南语居 准备在那边避暑 语居到9月份再回来 老两口退休前都是老师 两个人的退休金加在一起 一个月有8000多块钱 雨儿早些年就已经出嫁了 所以这几年老两口在家里面的时间都非常的少 夏天他们就去贵州或者东北那边避暑 冬天就去广东或者海南雨居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护鸟 我就好奇的问他们 我说你们这样长期在外面雨居开支一定不小吧 然后你们一个月8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够发吗 收拾笑着说别你们想象中正常跟谈雨游还要便宜 他说雨居最大的开支就是吃住玩三个板块 他说一般他们州房的话都是那种带有渠具渠房的房子 在那边以后都是自己做饭吃 所以说他们一个月在吃和住上面要花掉3000块钱 然后像在当地玩的话 他们一个月平均要花到2000块钱左右 所以他们一个月雨居的话 大概也就是花个四五千多块钱 8000块钱的退休工资是完全够的 他们老两口说 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都特别的忙 也没有时间去去玩 现在他们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负担了 所以说趁着还能走得动的时候 就多去去看看 其实随着这些年老年化问题的凸显 不少中老年人开始追求更休闲虚事的雨游方式 所以雨居就成了很多中老年人 特别喜欢的一种雨游方式 雨居确实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有着稳定的收入 雨居各地聚上一段时间 接受新鲜事物 结交新的朋友 可以享受悠然自得 无拘无束的雨游生活 这样的雨游方式 你喜欢吗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